三十七 夸己赞长 乃己之短 夸辞之出众或反之 不予喜之 浮为助之 凡是夸赞自己 如何对如何好 如何了不起的人 实际上 这类人已经有很大的错处了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落入错镜 并且知道也不承认 因为 他说他自己什么都好 自己什么都行 他怎么会承认 他自己有错误和缺点呢 但为什么这种人处于严重错误之中呢 因为他夸赞自己 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 而不说自己的短处 众人听了以后就会反感他 就会不喜欢他 就会觉得他骄傲自大 不可接触 也就不会帮助他 所以说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由于自己的夸词 而造成对自己的不利 这正是他的错处 他就会知道他在这边 就会发现了 甚至曾有炫耀自己的问题 就会发现了